我说姑娘啊 这顿饭非常重要 妈 你管谁家姑娘呢 人家是纯爷们 那咋还这么个大伴呢 这还是穿个裙子呢 这是按我们苏格兰风格来包装的 再说也不是裙子 这不气氛裤吗 你看 这有腿的吗 妈呀 着急穿泡片了 你妈呀 我说走道长没有大伴呢 2009年的春晚舞台上 小沈阳凭借小品不差钱 一夜之间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明星 这种爆红的阵势 就连师傅赵本善都没有见过 小沈阳凭借苏格兰风格的裙子 带有一些女人味的表演 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夜之间的爆红 让他有了更多的选择 各种邀约纷纷赶来 他参演了多部电视剧 甚至有许多明星都愿意给他做配角 火爆的程度让赵本善都傻了眼 然而小沈阳就像是一颗流星 在闪现过后就消失在大家的视野中 小沈阳似乎不满足于现状 他决定进军演艺圈并出现在荧幕前 以为这样的尝试能让自己的事业更上一层楼 却没料到反而遭遇到了人生的滑铁炉 他之后拍摄的一部部电影可以说都是烂片 竟成为了票房的毒药 对此小沈阳也表示自己真不会演电影 而这样的一段经历也让小沈阳疯狂耗费自己的国民好感 观众开始厌烦他 甚至连他自己导演的戏都不买账 在拍完自己导演的猛虫过江后 依旧得不到好的反馈 后面小沈阳也就渐渐淡出了荧幕 但是有点可惜哈 就事后才想明白 所以当时可能那个过程当中 也没有能够过更多的去享受那个过程 因为你晕着就过了 他就过去了 对 那个时候就是想张艺谋把我拍电影了 我得赶紧拍呀 这个是这么好的事 我得赶紧的 所以那个时候就没想到 什么都没想到 就去把这电影拍了 那个时候也没有经验 也就是靠着二人传舞台这些经验 还是演二人传的状态 不会演戏 就全靠导演 在火了之后小沈阳并没有沉下心来开始创作新的包袱 而是不断的上歌当综艺节目和出演影视剧 选择了自己不擅长的领域 也正因为这样工作得不到前进 反而让观众感到厌烦 他曾自曝自己一年里出演了九部作品 可以看出那时的小沈阳还是挺抢手的 不过在此之后他也就没有什么新的作品了 名声也大不如前 渐渐的也被大众给遗忘了 直到再次一跨界演员的身份参加一档演艺类综艺时 才在一次让观众们记起了他 小沈阳参加我就是演员这档节目时 正好张子怡是导师 张子怡的点评一直是这个舞台上最到位 也是最犀利的 如果演员演得不好 他一般都不会给面子 直接就指出问题 可要碰上让张子怡真心觉得好的 他会直接表达对演员的喜爱 打心底的夸奖和鼓励 面对小沈阳的到来 张子怡一开始是有些惊讶的 不过作为导师 他还是直接指出了小沈阳演技方面的一些问题 张子怡表示 你本身说话喜欢拉长音 比如刚刚表演结束后 你就说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让你们煎熬了 这个习惯就带到角色里去了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这个 你呢本身说话 你喜欢拉长音 比如说你刚刚上场的时候 你就说谢谢大家了啊 谢谢大家 让你们煎熬了 你这个习惯呢 就带到了角色里面 你说我爸妈不在了 你爸妈不在了 现在我是你唯一的亲人 就是所有那个习惯 我一看我就觉得这是小沈阳 这不是张东升的设计 无聊听完这一番话的小沈阳 他给的回应也是让在座的各位都愣住了 小沈阳称 自己不想做小品了 觉得自己没有好的包袱可以写 所以没有什么新鲜事 还说现在的小品都是喜头卑微 他不喜欢 他喜欢从道到尾让大家开怀大笑 自始至终都很开心的 所以他放弃了 这话也是让张子怡当场就黑脸 直对到没有赵本山就没有你 的确当初小沈阳是被赵本山捧红的 而小沈阳在火了之后致心浮气躁 几乎没有一个好的作品可以维持 不过反观小沈阳所说的 喜剧小品本身的意义就是 逗观众从头笑到尾 现在却总喜欢在结尾处添加一笔深情的元素 难道喜剧的最后真的是悲剧吗 对于小沈阳或许是年轻时不懂得如何经营自己 他也表示这些年火了之后片约不断 没有好好珍惜 也没有好好学习 同时接好几部戏 这边演两天那边演两天 完全是胡闹 现在静下心来 想好好挑选剧本 好好琢磨角色 好好的演一部戏 也期待小沈阳能给我们带来更多优秀作品吧